铁手一见这三人 气血上冲 豪气斗发 神威抖擞 荣光焕发 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 你们来了 冷峻而残废的白衣青年笑道 遇上这种事 我们怎能不来 他这样笑的时候 就不是那样的寒傲了 沧桑而唏嘻的中年人笑道 我们是来迟了 但是一定会来的 他笑起来也有着一股洒脱的味道 英俊而坚韧的年轻人也笑道 我们终于来了 他笑起来也是十分的英俊好看 一时间四个人忍不住一起欢呼说 我们又在一起了 他们虽在说着话 但个人手上腿下都不歇着 黄金林张诗其欧阳斗的心 一起望下沉 因为他们都听过一句话 一句江湖上流行了很久的话 一句已经可以算得上是 武林中治理名言的话 四大名捕天下无阻 四人连手 邪魔无路 他们是四大名捕 白衣残足的是大师兄吴晴 中年人是三师弟追命 年轻坚毅的是小师弟冷血 他们当然都有自己本来的名字 可是因为他们的外号太出名 所以江湖上知道他们原来名字的人 反而不多 他们当然是四大名捕 血与飞霜的狼牙川 穿不过赫连春水的身体 因为西大娘已抢进赫连春水的背后 用她的七色小弓射出她的暗器刺猬 倒穿过血与飞霜的掌心 灭魔弹月弯 威力非同小可 何况是在近距离发射 刺猬更是绝难应付的暗器 曾应得梦恒一声 三挺狼牙川落地 无手击退 赫连春水忘了一切 只喜着喊了一声大娘 心头一酸几乎落泪 七少商当然也没有死在 顾兮昭的刀斧之下 因为七少商身前突然多了个人 一个又瘦又弱 又清又白 又病又怕冷 身上穿着厚厚的毛球 两眼有点发绿 两颊微成火红色的人 这个人色索在毛球里 可是顾兮昭一见到他 就像见到鬼一样 因为顾兮昭的鼻鼓 就曾是此人给弹碎的 他在此人手下吃过大亏 这个人当然就是 七少商惊喜喊了一句 卷歌 江南 霹雳塘 雷门 雷卷 西大娘为何不见了呢 那是因为唐婉慈突然在战团出现 双刀一清 先发之人 先伤了身子浅和猴石剑一刀 唐婉慈和西大娘两人又在一起 双刀短剑一绳标 相识一笑 西大娘随其去其他战团援重 并及时解救赫兰春水之威 唐婉慈则与喜来锦 唐肯 力敌 陈阳 侯石剑身子前三人 张世奇又惊又怒 你们要造反不成 此大名不 话未说完 陈阳也挨了一鸣 空子旁闪出巨斧大汉的夜肘 挖了吐了苦心血 眼见是无力再战 无情淡淡的一笑 要是造反 我们怎突破得了你们重重军马 直入战团呢 追命笑着又灌了一口酒 我们当然是奉命而来 张世奇是威震边疆的大将 他立即问 奉命 奉谁的命 冷血截然说 奉 圣上之命 这句话一出 重机动容 黄金林见识不妙 这 这圣旨何在 追命说道 马上就到 我们怕铸成大错 先行一步 来阻止你们下拉手 陈阳是水上将官 他忍上问 我们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说的是真话 我们说的当然是真话 无情伸手一隐 人群立分 只见有三人三旗并策而来 后面跟着大队兵马 全是隶属京师的亲兵 黄金林一望 只见这三旗 军士气派非凡 官服官靴 左手是一名武官 紫汤连 深眉浓木 面色红润 右手是一名戴刀侍卫 但是官行极高 青子官须 四开的大褂 红布刀衣 穆寒神光 顾盼之间是一团正气 而居中的是一名老太监 面如蟹壳 色尽青砖 白眉如血 唇角下痞 威依诉诉 黄金林的心往下沉去 因为来的三人 左边的正是 傅相爷的得力亲信 也是在朝中 当一品官的龙八 右手那边的是 诸葛先生为皇帝布房的 戴刀衣等侍卫副统领 淑无系 而居中的太监 是皇上的晋身 宫中人人都称之为 米公公 听说一身内外功夫 已经高到了 不可思议的地步 那么这一下来的三个人 是朝廷中的要人 而且其所属均大不相同 其中米公公口中 说出来的话 几乎也等于圣旨一样 至于龙八和树系 也足能代表 傅丞相和诸葛先生 黄金林的心往下沉 顾西昭的心也往下沉 他们历史拜见三日 他们心中唯一的寄望是 幸好傅相爷的亲信 龙八也来了 万一有什么不利变化 龙八一定会挺身相护的 可是最令他们心惊肉跳的话 便是由这个龙八口中说出 黄金林 顾西昭 在朝廷 与你们重任 丞相大人提拔你们 你们竟私下勾结 善下军令 避害忠良之士 这还成何体统 想什么话 这句话 犹如青天霹雳 黄金林顾西周 震恶当场 其他如陈阳张世奇 欧阳斗修生 曾英德等 使之事有蹊跷 面面相去 只怕大祸临头 作声不得 黄金林颤声申变 下官知罪 下官又要情相禀 龙八摇 还狡辩什么 圣旨马上就到 你还狡赖 想罪家一等 是不是 黄金林这回是 三魂下去的七魄 全身哆嗦了起来 只是跪地求饶 顾西昭 毕竟是武林中人 有点胆识 忍不住抗生 顶各位大人 小民任平匪总指挥一事 却是丞相大人委派 小民这怀里 还有委任状 胡说 龙八结合 丞相大人 早已飞骑追回委任书 要你们搅回印信 你们却一直 延展不从 而今 还在此搅赖不成 顾西昭心中 叫起了壮天驱 那驱中的太监忽然说 你们遍野无异 甚至由杨公公亲奉 片刻就到 我们和四大名捕 先赶前头 只知你们草奸人命 陈阳在旁忍不住说 可是 可是他们的确是刀匪呀 话未说完 龙八喝道 来啊 后面的亮花顶 开雕袍的武官 齐喝了一声 垂首领命 龙八说 拿下此人 先掌嘴三十 待牙候审 如有纵容 小心你们的脑袋 八民武官 齐声应试 一起过去把 陈阳是空背一般 四把后背的刀 交叉架着脖子 噼里啪啦 是鳞声掌嘴 也不容他再做生变 这一来人人都筋若寒蝉 哪敢再分辨半句呀 局面完全控制下来 七少生 西大娘 赫连春水 唐肯等的噩梦 已经过去了 云开渐日 凤圣旨的杨公公 虽未到来 但米公公 龙八和书系来了 从他们的言谈举止 看着局面 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黄金林 顾西钊 文章等 已经失势 他们的上司 未求自保 不惜是弃居宝帅 于是黄金林和顾西钊 不但无功 反而有功 七少生 西大娘 雷卷 铁手 唐肯等 却获得平凡 果然如此 直至杨公公 在军队簇拥下赶到宣读圣旨 准与七少商重建连云寨 西大娘重整悔诺城 并不大量银响已是资助 以困乎良善论功行赏的名单里面 竟然是赫连春水 唐肯 高鸡血 尾鸭毛 阴乘风 雷卷等人 不过 对黄金林 顾西钊 等人 也并无责法 只不过 留后 查办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巨变呢 一些被追击千里 家破人亡的通缉法 突然腰身一变 变为受朝廷封赏的忠臣烈士 一些追击穷寇 赶尽杀的绝的朝廷鹰犬 突然权势轻腹 变成戴罪之身 惶惶不知自处 这算什么 对流亡数千里 辗转数十战 有死亲王 加散夜会的七少商而言 他的心中只有荒谬二字 这算是什么朝廷风词 圣旨又如何呀 他本来就是反朝廷的列政 抗旨又何惧呢 无情却由银剑和铁剑 扶上了木轮椅 推了进来 低声在七少商的耳畔说 齐斩主 这是你唯一翻身的机会 就算你不会自己照相 也应该为维护你的朋友打算 你们当然不想一辈子流亡无终日 仪式人受官方通缉 你灵智谢恩 这是权宜之策 莫忘了 若能报仇血恨 又何必在乎眼前的人上 我明白 七少商明白 他明白他自己的处境 他明白因为大局着想 他明白他们的心意 他更明白 他要报仇 为死去的人报仇 他不能让他们白白送命 为了复仇 他不惜牺牲一切 复仇的力量 往往要比爱来得更大 更强烈 很多人能够成大事 便是因为 善用这两种人类天性 所形成的力量 这种力量 绝不应被低估 这两种力量 也往往形成分歧 成为一正一斜 相持的势力 七少商等人 要到后来 才完全明白各种的变化 吴晴 唐婉慈 雷卷 银铁铜三剑 西顺才 巨浮浦 宾东城 等自是猫尔镇一役 割杀文章之后 要西顺才 宾东城 仍留守难艳 愚人护送吴晴 日夜兼程 赶返京师 竟被预期中 早到了五天 吴晴在京师外武师里 以请较不为人注意的 巨斧铺和铁剑 潜入城中 暗中智慧诸葛先生 这一举是 未免蔡经及 傅松书的人 派人拦截 以通匪之罪名灭口 诸葛先生一旦窒息 即亲自出城 皆反吴晴 当下诸人定计 由诸葛先生面圣 用极隐晦而又含蓄 但又是当事人 必当分明的语言劝语 若再追杀连云寨的人 只会逼七少生 把证悟公之于众 而七少生 已把此机密与证据 交由九位不知名的 武林同道收存 杀人既不能灭口 何不转而 众家安抚一绝口时呢 诸葛先生以人头担保 只要追附七少生等 他们一定会三见七口 这个皇帝若不是婚姻无能 也不会酿起这冰乱色情 君相当道 诸葛先生这一番甘慈温言 也引透威胁之话 自然是采纳见应 诸葛先生得此旨意 立即着手办理 巨细无疑 就连抚恤神威标局高福亮的后人 策分唐肯为副国标局局主 提升西顺财和宾东城等等细节 也都兼顾周到 副宗书尔木何等众多 很快就得知风声 生法皇帝迁怒自己 以示自身清白 也立臣大意灭亲 派出龙八这种心腹 要把亲信黄金陵 顾锡昭等革职查办 并断绝关系 诸葛先生对这种群魔丑胎 也并不为奇 当下至此是十万伙计 恐怕这食入日来的 小夜兼程 一向体弱多病的无情 无法应付 殿下神不令 把追命和冷血吊诡 使赶赴易水 护制救人 不过 无情心念二世帝和七烧商等 一群武林同道安危 将文章使手送回文家 并告知其子 文章乃死于他手中一世之后 坚持要亲自前往 雷家和唐万词也绝不厚人 一同赶赴 这当然也勾起了一段恩怨 文章之子文雪岸 由此会甘心自己父亲丧生于他人之手 诸葛先生和无情的计策乃以毒攻毒 皇帝本意杀人灭口 现转为暗暗威胁皇帝 使他未保领域 牵制追杀七少商等一事 由于七少商若遭意外 此丑事必定张扬 事将天下皆知 这回可是皇帝打击 保护七少商唯恐不及 除了派太监杨梦去降之外 把武功高强手段高明的大太监米苍穹 派去逐篱此事 傅宗书生怕事态严重会牵连自己 连忙请示蔡经 蔡经便是叫他把身边的干员龙巴浅去 必要时以正法纪的主使人 那么这样一来 不但无情 冷血 追命 雷卷 唐婉 慈泉都赶到 连朝中三大势力的要员 也全聚于一条道上 像黄金陵 顾西昭这种 一向小的顺风转舵人物 哪会不晓得形势比人强 更不敢答话 默然静候处分 这一年来的逃亡 艰苦的转战 终于是告一段了 也终于是熬出了头了 苦尽甘来 流暗花迷 这些岂都不是在咬牙苦忍的人 心中的梦想吗 唐肯成为了身为标局的领袖 主持大局 这些日子来的磨难 也渐渐使他变成一个出色的人物 形式作风也渐去成熟 更何况他在这段历难的过程里 使他及时了不少武林人物 大家都因为他的未有尽异 胆色豪情而敬重的三分 对他压标的行业而言 有时候比武功高强还管用 所以人不必怕吃亏 不必怕付出 有时候吃亏才能不吃亏 付出偿换来获得 甚至可以说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 现在唐肯是获得了 他心里只遗憾 高风亮和永成 以及橘子里的许的高手 都平白的牺牲了 有些付出也不一定能收获 但若完全不付出 则连收获的机会也断送了 西顺才和宾东城也有所获 只不过西顺才的无敌酒味是全都送了命 正如高鸡鞋尾压矛 与权盛 范中 薛丈一 圣朝光 穆秋平 沈鞭尔 秦婉卿 殷正锋 花金三杰 陶卿 和一众赫连将军的部下刘都锋 和他的六名亲信等人一样 牺牲的人毁灭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急需重建 雷卷重整雷门 唐婉慈和西大娘重组碎云渊 西少商重办连云战 赫连春水先返将军府一趟 他这次惹下的事情 床下的祸端以及断送的人手 少不了要回去面对赫连老将军的雷霆怒言 人人似乎都有事情在忙着 人人似乎都暂时找到了他的衣归 事情似乎暂时平息的下来 平静的下来 可是黄金灵和顾熙昭就不是这样想法 他们仍惶惶终日暗自畏惧 他们当然觉得自己是冤枉的 他们虽然都有私心 但确实是奉丞相之命来追杀叛逆的 他们当然不敢公然身辩忽冤 因为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杀 他们认为相爷只是受到压力 迫不得已做出这一时的权疑之计 不过这一时的权疑也足足的权疑了三个月 漫长的三个月 对黄金灵和顾熙昭而言 悲光蛇影 暗自一句 是极为难熬的三个月